breakout費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 歡迎來到 子豐車壞粉故事劇場 我是月亮先生 我是史多芮叔叔 黑 嘿 黑著 неё 好 一ęd黑 啦 一樣 耶欸欸欸欸欸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是指風車繪本故事剧長 對阿 我們是講故事的 對啊 不是歌唱節目呢 我當然知道啊 那你要唱歌 因為這首歌跟我們要講的故事有關係码 好什麼 哪裡 啾啾啾啾啾 鳥啊 鳥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後悔鳥 很久很久以前 恩 武當山上 有一座天柱峰 天柱峰後面有一條通天河 河很寬 水很深 鱼很多 还有一条海龙王 不是呀不是呀 为什么有龙王 这故事跟龙王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呀 因为河嘛 河有很深又有鱼 一定会有一条海龙王啊 是吗 对呀 你有没有看过挪扎闹龙公哦 它就是在河里面跟那个龙王打架 对呀 然后把龙巾拔起来 对呀 超帅的耶 我也要看 你要看 不是 你要看 你之后就去挪扎闹龙公 去看这出戏 之风车剧团会之后会演 哦 所以现在不适合讲这个 现在不适合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对对 不是你讲的 不是我讲的 对嘛 真是呀 赶快回归正题 河很宽 水很深 鱼很多 哦 这河边住着一个打鱼的 名叫做胡适 他有个老婆叫做金花 哎呀金花啊 每天在家从来都不做事 胡适每天捕鱼 回家还要烧饭做家事 哎呀而且呢 这个金花嫌胡适很穷 一不高兴就开口骂他 哎呀 动手打他 哎呦 哎呦 有一天啊 胡适从早到晚 一条鱼也没捕到 眼看天黑了 他着急着杀网 到第一百次的时候呢 拉上来一看 哎呦 又一条小鱼 他头大嘴大 可是身体却很小 他叹了一口气说了 这么小一条 他叹了一口气说 哎呀 这这么小一条 填不饱肚子 也卖不了钱 不如 我就把它放了吧 哎 他放了鱼 收了网 准备回家 心想 哎呀 真倒霉 累了一天 什么也没得到 忽然 来了一条小船 船上有个老船夫问他 嘿嘿嘿 胡适啊 嘿嘿嘿 今天鱼打得怎么样啊 哎呀 白忙了一天 什么也没有 回家老婆又要打我 又要骂我了 哎呀 你看看 老船夫拿出了一根高粱杆 说 哎呀 这根高粱杆送你 哎 有了它 你老婆 一定不打你 为什么 不是 你怎么了 我老了 我又想睡了 下午时间嘛 哎呀 先说先说 天助风有个万宝库 万宝库 大门在千丈矮下 你去那边 用高粱杆指着他 连喊三声 吃门开 吃门开 受苦的人要进来 宝库的门 就会打开 哎呦 嘿嘿 保证老婆 不打你 胡适半信半疑 就拿着高粱杆 回家咯 哎 等胡适回家 金花发现 一条鱼也没捕到 他抢过胡适手里的高粱杆 就想打 胡适急忙说 哎 不能打不能打 这根高粱杆 是宝贝啊 嗯 宝贝 破高粱杆 会是什么宝贝啊 胡适就把老船夫的话 告诉了金花 万宝库 今天先饶你 明天你陪我去找万宝库 不过骗我 要你好看 第二天 天一亮 两人越过通天河 爬上天柱峰 来到千丈崖 胡适 拿起高粱杆 连喊三次 石门开 石门开 受苦的人要进来 哗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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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一阵声响 石门打开了 呜 高山 绿水 黄金 白银 金花看得眼睛都花了 拉着胡适往里面走 哦 一进门 忽然有个仙女出现了 嗯 胡适 你有什么愿望呢 我打了几年鱼 打了鱼堆起来比天柱峰还要高 但是我却还是很穷 我的船是用租的网破掉了 房子也是漏的 请问仙女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有自己的船 结实的网 不会漏的房 仙女 朝石门外一指 大阁旁边停着一条新船 嗯 岸上有两间大瓦房 树上挂了一张新的网 哇 这些都是你的 仙女说完 轻轻地把它们推出门外 门就关上了 胡适有了新的船 新的网 从此每天满载而归 生活越来越好 金花也很少打它咯 但是日子过了不久 金花说 嘿 嗯 嗯 打鱼打鱼 每天打鱼 好烦啊 不然 我们再去万宝库 要一些金子银子吧 可是啊 我们有次有喝 何必再去咧 嘿 没用的东西 嗯 你真不懂享福 你赶不去 我再打你 蛤 不是没办法 又跟金花来到的牵匠来 嗯 石门开 石门开 受苦的人要进来 卡拉卡拉 门又开啦 仙女又来啦 仙女又问啦 胡适啊 你还有什么愿望呢 胡适张开嘴 又闭嘴 又开嘴 又闭嘴 又开嘴 金花抢着说啦 嗯 我家 房子漏了 网子救啦 船破啦 仙女哦 给点金子银子 让我们修一修 补一补枝一枝吧 仙女想了想说 这里到处都是你们自己弹 自己点吧 那贪心的金花 撞了一大袋的金子 那却扛不动啊 怎么办呢 想说不然我分几次搬好了 结果抓了一大块金子 就往外面走 哎 没想到一踏出门 这个石门就关上了 回头一看 胡适凉手 空空 一块也没拿 气得他把胡适打得鼻青脸肿赶出家门啊 胡适只好拿着高粱杆 自己打鱼 自己生活咯 金花买了几个丫头伺候他 从此饭菜有人做 衣服有人缝 房子有人少 出门有车座 舒服得很 没多久金子花完了 他又想去万宝库 但是他没有高粱杆嘛 怎么办呢 他就沿着河岸去找胡适 找了好久 终于找到了 金花说 都是我的错 是我脾气不好 把你赶出家门 原谅我 跟我回家啦 胡适看金花苦苦哀求 苦苦哀求 苦哀求 他就相信了金花 回到家之后 金花又问啦 胡适 那跟高粱杆呢 你又想干嘛啦 我只是怕你弄丢 你放心啦 高粱杆藏在船里面 不会丢啦 哎呀 金花一听啊 登登 生活煮饭夹菜倒酒 我把胡适照顾的无为不至 真的以为金花变好了 终于 胡适高兴的醉倒了 嘿嘿 yes 金花抓到高粱杆 马上跑上千丈崖 什么开什么开 受苦的人要进来 天女又来啦 你来干嘛 金花急着问 胡适叫我来问你 世界上什么人最富有 仙女思考了三秒 太久了三秒就好了 没有没有因为那个 仙界的那个时间跟人界是不一样 不一样有时候可能三秒是十年 对对对 然后我们在这边等 有了 这么快 皇帝和皇后最富有 天下的东西都是他们的 天下的人都是他们的奴才 金花兴奋的说 胡适也想当皇帝 先你笑呵呵的说 我早就准备好了皇后 笑呵呵的说 我早就准备好了皇后 说完出现了好多宫女 给金花穿上漂亮的衣服 她穿金带银坐上大马车 左边文官 右边武将 跳锣打鼓 摇旗撑闪 好热闹哦 哈哈哈哈哈哈 从今以后天下的东西 我要什么要什么 我还要这根破高粱做什么 说完她便把高粱杆往后一丢 突然高粱杆化作一阵烟 砰的一声 金花跌坐在地上 热闹的场景全消失了 金花哭着一直喊 啊哈哈 石门壳 石门壳 痛苦的人要进来 嗓子都喊破了 石门动也不动 金花喊得又渴又累 突然看见崖上面有一棵树 在树上结了很多的果子 树下有一个白胡子的老头 金花喊啊 老头子 树上是什么果子 是后悔果 我嫁给胡子真倒霉 真后悔 给我几个结合吧 吃了你也会后悔哦 不会 我太渴了 给我吃吧 好吧 那你站好闭上眼睛 一闭上眼 她就像架了云一样 悲伤的牵上来 张开眼睛 已经在后悔树上了 她栽了一颗果子后 就往嘴里塞 但是这个后悔果像长脚一样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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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往她肚子里面跑哦 胡子清醒后 发现金花和高粱感不见了 赶紧跑到牵匠来 却没找到金花 只看见一只秃头灰尾巴的小鸟 边飞边叫 啊后悔 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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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这个故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做人不要太贪心 要知足啊 还有呢 做人不要好吃懒做 耶 的呢 口渴的话 就去喝水啊 为什么一定要吃果子 再后悔了 对耶 对啊 都喝水有益身体健康 对啊 新陈代谢 好 那我们子风车 会本故事剧场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